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晚安 我是徐富 思議案案查到現在10天查出什麼呢 現在看到高層好像都在忙著 擠牙膏 切割 卸責 或甚至是提告嗎 之前檢察總長有宣誓說 查案無上限 但總統府昨天的記者會 卻我們只聽到預購無上限 雖然公布了多少人 買多少條煙 洋洋灑灑 好像還把這個資料 會整的整整齊齊 給所有的媒體記者公布出來了 但是公布到現在 你看排行榜第二的 就是說買排第二的 說這個我們都看到了 有名有姓 但是排行榜第一名的 就買最多的 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他只宣布了說是買了有上千條 可是這個人到底是誰 怎麼又不講呢 難道有這麼難查嗎 還是說查了也不告訴你呢 現在當然我們也看到了 好像總統府還是一直在定調 就是說千錯萬錯 還都是吳宗憲的錯 只提到他的名字 可是吳宗憲不是早就已經講說 長官交代嗎 所以那個長官是誰 請問到底怎麼都不公布呢 那麼另外一方面 在今天其實欄尾 還包括平面媒體 也都有點名出更高層級的將領 到底是誰怎麼又不講清楚呢 現在強調說 現在是不用負政治責任 但是府方好像是建立了防火牆了 難道這也算是隔空 在指導司法辦案嗎 這個查案查得很慢 但是提告動作都很快 陳菊不是有告19歲大學生嗎 交通部長林佳龍 不是告了前外交官嗎 總統府不是也在上週說 要告藍營的立委嗎 曾明宗 所以難道藉這種提告的方式 是要大家閉嘴嗎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今天7月31號 這是高雄氣爆悲劇五週年 當初有45.6億的善款 來自各界 但這幾年一直傳出不少的弊端 跟疑慮始終無法說清楚 高雄市府拿了災民的善款 去請了律師 向受害者宣傳要走代位求償 說這樣賠得比較快 等於是幫老百姓 去找民間企業來求償 不過這批用善款請的律師 卻要受害者放棄了 告政府也就是國賠的權利 高雄市府被判定有四成的責任 等於躲過了 當中更關鍵的就是 如果確定國賠的話 市府是可以向有過失的公務員 要求償1分之1的金額 所以我們看到成局的愛將 趙劍橋他被判定有過失 因此他可以不用賠錢 而且還從養工處的處長 高升到秘書長 當初設計湘涵的吳宏謀 全身而退 從地方一路到中央 甚至當過交通部長 現在是中華郵政的董座 我們如果對照 最近正在發展中的私營案 你會連想到 民進黨的用人哲學 好像只要跟對人了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 而且一切都還可以雞犬升天 是啊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在等 等著看這個華航的高層 到現在怎麼都還沒有被約談呢 包括那個小美 還有包括立委邱瑩他的弟弟 所以都還在持續的觀望中嗎 到底要拖多久 我們今天都會好好的討論 我們首先來介紹來賓 《中國時報》王峰社長 月行許一甫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月行許一甫 大家午安 還有歡迎強強棍大哥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介紹這邊 台北市議員王鴻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稍後我們還會有 桃園市議員的黃敬平 以及高雄市議員 莉雅敬也加入我們討論 好 我們首先就來趕快看看 現在到底所謂的無上限 指的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就在講了 昨天記者會 大家都有看 我們也在第一時間連線直播 結果只聽到了預購無上限 但是這個偵辦無上限 真的有可能嗎 之前檢察總長江慧民 他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可是現在你到底 能夠怎麼查呢 要當然承擔這個舊責的部分 我們要說三種責任 一個行政責任 一個法律責任 一個是政治責任 行政責任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了 包括國安局長 世衛長 都因此有下台 調職等等 那麼法律責任的部分 當然還有待檢調單位 持續來追查 約談 還要進一步的釐清 可是現在你說政治責任 真的誰會來負這個責任呢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 總統府秘書長 大家說都是世衛士 在那裡團購的話 那麼世衛士的長官大總管 不就是總統府秘書長嗎 可是他只說有責任會承擔 但現在政治責任 好像就先可以不提喔 那麼黃崇燕也說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國安局總統府機要人員 以及政務官員涉案 所以是不是根本 就已經先劃清界限了 首先我們就來趕快看看 友志 昨天等於記者會開了以後 好像還有很多的疑點 還沒有釐清 而且越釐清越疑點多 越離越多 越講越困惑了 對 但是其實民進黨的 整個步驟越來越清楚 他的兩次記者會 第一次記者會定調什麼 超買 這一次記者會定調 就是一個人扛 叫吳宗憲 所以每次他步驟其實非常清楚 定調超買 然後檢調用我上次講的 以公共運輸工具來做這個壞事 這條法令 定了對不對 定完之後因為缺了那個對象 所以把吳宗憲扛出來 吳宗憲一扛出來之後 目前整個全部都OK了 都不會燒到府方的人了 政治責任要不要負 當然要負 整個在總統府裡面發生的事情 如果在你家的事情 你爸爸不是要負責任嗎 總統府裡面發生 誰管總統府 難道蔡英文 當然是陳菊 可以還可以死皮賴臉 賴在那個位置上面 為了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保我們當今的 總統府秘書長蔡英文 我有沒有講錯 應該沒講錯吧 當今總統府秘書長不是蔡英文嗎 他已經出來幫我們總統陳菊 講好多次的話了 還道歉了 有 發他比較像總統了 不覺得是這樣嗎 然後蘇貞昌是蔡英文競選總幹事 整個民進黨現在整個大亂 已經亂成這個樣子了 但是大家一直希望 把這個實驗案弄得清清楚楚 我跟你講 只有解鈴還需細鈴人 真的只有吳宗憲可以救自己 我跟你講所有的吳上限 偵辦吳上限 預購吳上限 我跟你講吳宗憲你 刑其吳上限 你如果再不救你自己 甚至我要跟吳媽媽 我不知道有沒有吳太太 我不知道你們真的要勸吳宗憲 不要拿自己的政治生命 跟自己的未來年輕生命 開玩笑 那一個刑責一次涉及兩條 這次吳宗憲依昨天 黃崇燕的定調 他已經涉及兩條罪名了 就是我們無期徒刑的那一條 貪污自罪條例第四條 第四款跟第五款 以公用運輸工具 連第五款他也一起犯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他刷了600多萬 600多萬有沒有回饋金 我們刷卡不是都有點數嗎 幾點 有回饋金 一般不是1%到2% 如果我們以1.5%來算 他645萬可以換得的點數 大概是10萬塊左右 如果已經是這麼多次了 出訪 每一次他都換來10萬塊的點數 他有沒有拿10萬塊的點數 去買了什麼榨汁機 買了什麼烤麵包機 放在家裡面 有 如果有 這不是貪污 這是什麼 所以他一次要涉及兩個刑責 所以在10年以上 跟無期徒刑以下的刑責 吳宗憲你扛定了 他現在好像是30幾歲 我跟你講你關出來說50了 關出來50歲了 你真的要替陳菊 替整個總統府 替整個所有的共犯結構 扛這一次的責任嗎 真的你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 你真的要把自己的真命 未來的3 5年 哪怕如果蔡政府沒有在執政了 這幾年你每次都要上法院 每次都要被記者追一次 每一次從求車 把你從看守所帶出來 在那個下面的車道 你走過去的時候 記者還會問你 吳宗憲你後不後悔 你要搞3 4年 4 5年的時間 你願意拿自己的生命 來開玩笑嗎 整個案子解鈴還虛氣鈴 我真的必須跟吳宗憲喊話 只有你才可以救你自己 你有沒有可能轉污點證人 你有沒有可能 在未來3 4年的出庭裡頭 能夠換來自己 再面對國人一點尊嚴 吳宗憲只有靠你自己 這一旁後面疫情的這整個 這旁人 有沒有可能 任何一個人會救他的 哪有可能 你別傻了 自保都來不及 你別傻了 你不用奢望說這一群人 因為你在總統府裡面服務 黃崇諺 陳菊 誰會幫你講任何一句話 昨天的總統府記者會 已經定調了 就是你 All of you 就是你 全部都是你 不會跟其他人有關係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裡面 要出來 除了謝榮介 隱身的那一塊之外 吳宗憲本身的這一個 才是真的關鍵 另外我還再講一次 我覺得好奇怪 如果 那時候葉勝茂 接到愛格蒙起前中心 然後跑去跟陳隨編講一下說 好像有人在查我們 是謝密 如果黃世民跑去跟馬總統講說 王金平疑似有關說 是謝密 我真的覺得 那林林蘭 調查局副局長 跑去跟彭聖局 國安局局長講說 你告訴我同學 要不要告訴我同學 不知道 但是我們要動手了 他同學是指蔡總統 蔡總統 蔡總統就是林林蘭的大學同學 如果他跟彭聖局 沒有因為公文書的往來 來承報這件事情 是用口頭的 那不是謝密嗎 我不懂到現在 為什麼還沒有人動這一塊 所以整個 我不曉得整個案情辦到現在 真的有沒有誠意再辦 還是說大家只是呼嚨的 照昨天的總統府整個定調 未來就是吳宗憲 你一個人扛十幾年的刑責 你拐他誰誰 你將關到50歲 所以好像就是 你剛剛因為提到林林蘭 其實才會說 是不是蔡總統其實早就知情 知道調查局要辦這個案子 如果林林蘭 因為那個是自由時報的 寫的獨家 林林蘭曾經在要動手之前 告訴國安局局長彭聖竹 我們要動手 這個動作 你沒有經過公文書的往來 你沒有經過正常的管道 而跑去旁邊這樣子講一句 你跟葉勝茂有什麼兩樣 你跟黃世民有什麼兩樣 為什麼在這個整個案子裡頭 北檢你沒有任何的動作 為什麼你對林林蘭 沒有任何的調查 泄密案難道不能成案嗎 所以整個案情 現在到底有沒有在做 我跟你講沒有在辦 沒有仔細辦 所以吳宗憲 如果你不出來救你自己 你沒有把自己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講出來 我跟你講最後一定胎死腹中 最後這十年內 你將藏盡所有媒體 追殺你的後果 真的你自己要出來救你自己 對 有這個講到 吳宗憲現在救不了自己的話 他可能被關無上限 那我們來講到 就要看這個檢查總長 到底是不是能夠偵辦無上限 我來點出一個很巧合的時間點 週一的時候 國民黨立委去見檢查總長的時候 檢查總長就宣誓說 我們不會壓力 我們偵辦無上限 結果第二天 總統府的發言人出來 開記者會的講了 我們已經確定了 這個行政調查裡面 國安局總統府接到人員 政官都沒有涉入 這個是行政的調查 現在是不是在指揮司法調查 因為這檢查總長誰任命的 是總統任命的 要讓你搞清楚 我們總統府已經查過了 沒有自己的人 我們要請教一下洪威議員 這個算不算這個 好像是我們的行政調查 已經在指揮司法調查了 沒有錯 其實整個的閉案 也就是走私案發生到現在 總統府雖然出來 開了很多次的記者會 也發了很多的新聞稿 但是仍然疑點重重 甚至我們還懷疑 整個總統府的高層事實上 有沒有在做所謂的司法的干預 或者是在做司法的一個指導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雖然總統府 他公佈了所謂的 有82人的買菸的 這個一共有82人 這裡面非常奇怪的 還有所謂的代號 這個代號很奇怪 我不曉得今天買走私菸 好像還有007 是不是在搞情報人員一樣 而這個代號小組 就是所有的代號組裡面 背後所代表的人士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不能夠真相大白 總統府還在隱瞞什麼 我們的北檢還在包庇什麼 我直接說 現在已經發展到現在 那麼買這個走私菸 到底是哪些人在買 為什麼不能夠一次告訴我們 蔡英文自己不是出來嗎 他說要求國安局一個禮拜 他一週之內提出報告 要真相大白 要水落石出 而且我們代號總統 告訴大家偵查無上限 結果竟然在買菸的人員裡面 就有上限了 就有天花板了 就有一些人 就有一些人不能曝光 我想請問不能曝光的到底是誰 你不要到現在為止 還在搪塞我們 司機告訴我們說有什麼司機 買了900多條煙 你相信嗎 司機買900多條煙 他要幹什麼 到現在為止 通通都是這種蝦兵蟹將 好像這麼大的案子 搞了半天 就是世衛市的這些基層的少校 然後再加上一些司機工 又搞出來的 請問一下大家相信嗎 我們都不是三歲的小孩 而且最離譜的是你現在顯然 當司法走下去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所過去常常碰到的 你會發現這個案子 出現了很多所謂的偵查的斷點 就是到某一個地方 他就斷掉了 到現在為止好像目前 全部都還是圍繞在吳中線 吳中線好忙 吳中線他要下單 他還要蒐集團購 大家要訂幾條 他還要去刷卡 對不對 他還要收錢 那請問一下 還要派車 對 他還要派車 他到底怎麼樣通天本理 他還要負責派車的部分 他怎麼樣通天本理 還要告訴華航 華航因為這次提供的免稅品 也是吳上線 這個也是吳上線 請問一下 吳中線到底是什麼樣的權限 可以告訴華航 因為我們這次要出訪 我們這次要團購 所以你們的免稅品要吳上線 你現在告訴我 這是吳中線去交代華航的嗎 他叫得動華航的董事長 他叫得動華航的總經理 他叫得動華航的小美 他叫得動民進黨邱憶營 他的弟弟在華航裡面 這個高官嗎 吳中線都可以指揮他們嗎 你告訴我們是這樣嗎 可是事實上 吳中線早就講過說 一切都是長官在交代的 沒錯 長官交代他講完那句話的話 相信問話的人員一定會說 你長官是誰嗎 可是到現在為止 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答案 你會發現這個所謂的長官 那麼請問像這個 我們台北地解署 有沒有往長官上面去發展呢 好像顯然沒有 仍然在吳中線上面 所以現在好像告訴我們就是 因為他安排了一些 完美的斷點在那裡 然後就如同我所說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幾名少校 然後司機公有搞出來的 一個大飛機 真是為難蔡英文總統 現在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希望總統府 或者是北儉 趕快告訴我們 我覺得至少 現在滿延到底是誰 你這些代號 後面代表的是誰 你應該要真相弄出來 不要又告訴我們 什麼司法偵察部公開 然後呼嚨呼嚨 然後就過去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真的不會相信 所謂的偵察物上線 是啊 所謂的這個八組的綽號 到底是誰 大家非常的好奇 還有那個買最多的 買上千條的那個人是誰 就是公佈說只有一個人 那一個人沒名沒信 我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不能曝光呢 但來 我們看看 這個今天有所謂的EW2S3C 有這樣的一個最新爆料的內容了 跟大家說國安局系統 現在傳出來說 團購的幕後勢力有所謂 六個綠營的政黨人士 而這個爆料內容當中 還包括有一個是W姓 W姓的話會是姓什麼 可能是姓王嗎 不知道 兩位是S姓 三位是C姓的人士 所以加起來一共是六位 所謂的EW2S3C 甚至在這個裡面 就說傳出來說 檢方有最近到陽明山 調查國安局人員就說 這個裡面不但是有這六個 民進黨黨政人士 而且所謂的W 這一個W W在黨內說分量很高 然後2S還有2C 都是中南部很有知名度的 重量級人士 那麼EC還剩下一個EC 是善於謀劃受到高層倚重 但是這個我們就很好奇了 到底這些人 你說他真的是 所謂直接買煙的 還是要透過什麼人頭來買煙 所以也根本沒有曝光呢 但是現在卻從國安系統 傳出來這樣一個說法 來請教一下靜平 你覺得對照在最近 我們聽到很多的傳言 然後又說可能裡面有一些大咖 甚至是直指綠營的大咖 可能是誰 現在又傳出這樣最新的 一個W 然後兩個S 又三個C信的 當然從這個英文字母開頭 大家或許不難去追 他的這個英文字母 翻過來中文的翻譯的姓名 好像一追起來就呼之欲出 尤其剛剛又講了 他們的一個旁之背景 什麼對中南部選情了解 或者是選舉操盤 非常倚重的等等 這到底是藏在總統府 裡面的一個高層 還是在民進黨裡面的 這個黨內高層 都有遷入在裡面 或是黨內重要的這個人士 是不是要把那些名單 給公佈出來 因為今天如果說檢調查出來的話 今天有傳出來說 國安局有25個人訂2625條 世衛市有52個人訂購4999條 根據國安局0722專案自檢表裡面 他這裡面的名單 不只是說涉案層級 有拉到了永和警衛市的將官 永和警衛市的將官 我們知道就是少將 少將一個不就是林國青 林國青還有陳義夫 對 林國青沒有吸菸的習慣 陳義夫據說他有吸菸的習慣 是 呼之欲出是指陳義夫嗎 這還是指特勤中心的將官 如果是照剛剛講的什麼 EEW2S3C的話 還有扯到了這些所謂的 綠營裡面的政治人物 這團購的七八十個人清單 可不可以交出來 有沒有中間轉售的這個狀況 尤其是1000條的撕購了 這個試驗的有力人士 到底是誰 今天不要告訴我們說 這個已經在行政調查 這是總統府這邊的單方的說法 另外一方面說 司法偵查不公開 不要告訴國人 有這麼多的理由 你是要掩護你們後面的 骯髒的手段和骯髒的行為嗎 尤其今天連陳水扁都講 都給蔡英文 不要說是下指導級 給他一些中顧 如果據傳說外面像 大家傳的會生會影 這個沸騰騰騰這樣的一個講法 說如果有這樣的 可能總統府高層 然後甚至說是選舉 民進黨重要的操盤得利手 我想不到總統府的高層 又是跟選舉有關的 國安會就要排除 雖然黃國昌在爆料的時候 一直只打國安會的秘書長李大維 好像就忽略了要 也管世衛市的總統府的秘書長 是不是跟這些有關 雖然陳菊昨天出來講話了 但是講的世術也沒有跟蔡英文 比他還多 而且講得更具體 是不是這些名單 這些所有的流項 還有他的數量 能不能全部公布出來 一次以招公信 因為這個案子 讓大家今天發展到現在 已經超過一個多禮拜了 大家看的 不要說物理看花 是已經幾乎 因為蔡英文 把一開始這個案子 從肉席到定調為超買 就知道說 是不是他想要掩蓋什麼 感覺是要預蓋彌彰 因為誰有辦法 就算是你可以叫得動 特勤中心的四位世人士 或者是國安局 他裡面的這些特勤中心 和永和警衛室這些的人好了 再怎麼樣 有誰有辦法 能夠超出特勤中心的四位世 還有永和警衛室的人 去指揮得到華航 甚至桃園機場航站 以及包括桃園機場公司 他這整個桃園機場 裡面在整個過程當中 都是被牽連在裡面的 如果不是一個有利人士的話 誰能夠在華航 菸不夠的時候 調動全台灣 全國的這些通路經銷商 因為109條圓不夠 一定要靠全國的經銷商 一起來弄起來 然後還要從華航出去調貨 調到了之後 還要在台獨教母 葉菊蘭 華善董事長 他所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放到了這個保稅倉庫 誰有這個能耐 特勤中心跟四位是永和警衛師 他叫得動嗎 就算是不管是陳義夫 或林國清好了 這兩個少將叫得動嗎 特勤中心的這些 不管是四位是總統府四位是下面 四位長 副四位長 他們能夠指揮華航 能夠指揮桃園機場航站 有這麼通天的本領 桃園現在還是軍政時代嗎 台灣現在還是軍政黨國的時代嗎 我相信民進黨絕對說不可能 不是 那請問你 那背後的政治高層是誰 誰能夠一下子指揮總統府四位是 指揮特勤中心下面的人 指揮這個永和警衛師 又叫得動華航 又叫得動華善下面的人 可以讓他放保稅倉庫 又可以調動這麼多的盤商 又可以讓桃園機場公司 跟桃園12整個航帳 都可以配合得天衣無縫 然後最後又被抓到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是誰在裡面搞得鬼 如果不是像陳水扁說 外傳有這個總統府的高層 又是跟選舉有關的 就像大家把矛頭指向 總統府秘書長一樣 黃國昌這很好笑 他就跳出來說 藍營在沒有具體市政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要把這個矛頭指向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都是他之前有什麼具體的市政 是掌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 什麼充分的市政 能夠讓他咬定李大維 要為著這個事情下台 好 就算是老藍藍 他的這樣一個出身背景 跟綠營的背景不相同 不喜歡 你黃國昌鑽打他沒關係 難不成另外一個 這個秘書長的角色 就是大家今天在講總統府一樣 難不成他就沒有拖些責任嗎 所以當今天藍營 甚至喊出來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 這兩年也開記者會 指向了之前的總統府市委長劉志斌 已經高升副參謀長兼執行官 他有責任 所以當這麼多人 都牽扯在其中的時候 如果總統府你還曖昧不明 任由親信這樣子扯後腿 我真的覺得你會布上 朴槿惠跟魯武炫當初韓國的政壇的後塵 搞不好連你蔡英文都有責任 你要不要下台 越來越多人被點名了 而且越來越多的疑團還有待釐清 但是我們看得很清楚的是 現在看到只要被點名的 只要被說什麼不是的 馬上這人就會跳出來說 小心 我要提告你 馬上回來 各組同仁來自行填寫訂購 與指定時間交回 而這個相關的菸品的這個訂購 並沒有數量限制 如果它是屬於小額 也就大概在1萬元以下 那麼多是以現金方式 來交付給承辦人 如果金額較大 那會以轉賬或者是 零費 匯款的方式 來存入承辦人的戶頭 那這有關綽號的部分 那麼因為本案的承辦人員 吳宗憲目前在押 那正崩的這個行政調查 無法向其 那無面沒有辦法來跟他做詢問 那麼兩位秘書長 無論是陳秘書長 或者是國安會的李秘書長 他們的態度也都很清楚 不會迴避自己的責任 那但是我想整件事情 就目前的整個調查的狀況 那其實總陸的態度非常清楚 差差到底 那全力配合這個司法的調查 不會迴避 也沒有互短的問題 好 剛才聽到這個講說 不會迴避也沒有互短的問題 不過這個消息真的一天一曝 剛才也提到說EW2S3C 都已經明確的點出他們的背景 甚至有一些講說2S跟2C 其中都是中南部的 綠營的有力人士 我們想問強安 問大哥 這個到底在指誰 這個好像說有這種影射 但是好像也呼之欲出的人物 你有沒有這一方面的消息 這種案子很簡單 我們站在一般市民來說 不是檢調人員 也不是相反人員 其實那些名字剛才出來 我們你看對我們講 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種不太大意義 這個案子發聲 跟我們議員要看今天一項而已 我們家裡面在打麻糬 處主要有職業 十對要有職業 第二一定要有職業 這案子很明顯 第一天朝十分 我就定案說 單獨一定要出來講 因為抗到總統府 國安局 你沒什麼職業沒出來 抗到現在九天 我們想幾十天 在抗到定調 這本來的議民 你看這就是招數 議民要看今天一款而已 付職業 你付職業出來 你畢數中很簡單 你跟台灣議民說 我就不對了 我沒有人威力 我就感動不自由 我就指揮不自由 但你落台 建地這件不要付出來了 不是今天行政而已 這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你一款一款一款 一款一款 那邊的兵 那邊的消耗 我告訴你 那些人都有白目 我們把它看回來了 我們現在把它看回來了 主席我們把它看回來了 你一個法案 當事長你的外籍 可以一年年薪千多萬 月千多萬 那一外籍就要八九十萬了 你區域人的女兒 你才升到負重 那年薪五百幾萬的一年 你像我走方要人家 那七八百萬 那都別說了 單單就是五奶人 你們女兒 一年就要六百幾萬 台本 那一百二百三百的多少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結局 結局 因為你單局 當時你看高雄市 同一個意思 同樣的意思 你整個高雄市 你看盤的時候 你怎麼把整盤收掉 你們建議說一句話出來 就是說一切依法 一切依法 跟一切依法 你們今天顯得出來 你們要看得很簡單 你們今天屬於市總統府 全基總統府 國安局有教室嗎 有嘛 有 你們要看就是 負責人出來 你不可以今天去抓一個便 明天才抓一個消耗 抓一個上司 特別對社會做一個交代 你們要看都不是這個 現在還要立委選議員 過去 當局你們孫子就是李昆哲 這大家都知道 這高雄市民 大家都知道 你們過去你運作的時候 怎麼運作 你們在副公司 怎麼運作 現在是單一選七 對不對 李昆哲代表三民苦的 你們當時你運作的時候 怎麼運作 這都不能騙人的領目 今天就是同一圓 你當局現在是總統府 你們孫子又是高雄 你們這段時間 從韓國瑜當選市長之後 你民進黨一直沒有放到韓國瑜了 就跟著 就跟口 就跟牛 就跟抹黑 再來 現在來 你們不要讓韓國瑜做好市長 他不能做好 這個韓國瑜如果做好 民進黨要怎樣 單局要怎樣 所以他會把你抹抹抹抹 把你抹黑的抹黑的抹黑 把你抹黑的抹黑的抹黑 抹黑的抹黑的抹黑 抹黑的抹黑的抹黑的抹黑 抹黑的抹黑的抹黑了 他怎麼可能放你什麼 所以他現在開始 你穩著穩著穩著 民進黨大家都知道 你們過去怎麼穩著這個抹黑的抹黑的 你們過去怎麼穩著這個抹黑的抹黑 所以我們在嫌疑 這個分 就是南部這個過期 你們這裡比較責任 這裡會省的 你們這裡的 說這樣應該就很清楚了 記者也沒什麼名 但是我們一行一人跟你說 你承得就好了 你們現在選機到 送給條仔卡 送給條仔卡 我們南部你送個米歇 米歇就這樣賺到分 這裡送給條仔卡 一顆一顆看要分幾條 分幾條 這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記者今天去堆出來 我跟民進黨你們說 台灣是我們大家共同的 議民透氣力的時候 你要交代清楚 你們就是要接交款 跟你要接交款的時候 今天這個分 朝數分 你就對台灣人交代不清楚了 很簡單議民要看 主席人 我們真的不是檢調警員 我們沒辦法查 也不知道你這個平安 什麼支援那個平安 我不知道 我們要看就是 總統府對不對 抹黑人家對不對 代表你是不是必須對 沒有負責到底 我們要看今天吃的而已 是 但是到目前為止 你說要不要負責任 政治責任還先不用負 這是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在被動的接受媒體記者的時候 所告訴大家的話 而偏偏昨天看到 總統府的這場記者會 發言人不也是這麼說了嗎 雖然說 好像該負的責任都會負 一定會承擔 但是你有看到 任何的政治責任 他們在承擔嗎 偏偏現在你看 又指出來說 什麼EW2S3C了 怎麼又被扯出來 跟綠營有關呢 還不都是因為 現在好像擠牙膏一樣 你該講清楚的 通通都沒有講 結果你看黃國昌 難道看到的是花嗎 有關也要轉彎嗎 說目前沒有任何一環事 在總統府秘書長 全責範圍之內的 本來這個雅進議員 大家都看到說 有被踢爆 好像講得很嚴重 事情鬧大了 然後還議政延遲的說 什麼一定要查 可是偏偏現在又改口了 說如果總統府秘書長 全責範圍之內的 現在目前看起來 好像都沒有 所以黃國昌也要顧全大局 趕快 還滿正直的人 不過我想好像 好像每個人遇到 遇到了我們家的花錢嗎 都會轉彎 都會有法家彎的一個轉 來不及了 確實是來不及 因為有些事情 慢慢會去顯露出來 既然有一個線頭出來了 慢慢的 我想會有更多的一個市政 可以去證明 有些事情是有機可循的 其實關於這個買超事件 包含超買事件 我們覺得遇到花錢嗎 通常如果你不順他的意 他通常都是會提告 尤其是他的團隊 為什麼會這麼提 因為我們今天早上黨團 開了一個記者會 有關於我們731氣爆 善款的運用的一個 執行的一些項目的 我們專案小組有去查 對 我們有查出一些細項 是我們覺得還滿可疑的 我們也提出質疑 昨天我們的召集人 陳提娜議員 有提出一些市政 聽說昨天就被部長提告了 我們應該說我們好怕嗎 我不是很懂 因為既然我們在專案小組裡面 會提出來表示說 我們有相關的證據 有相關的一些市政 這個氣爆我們等一下會討論 對 這好像他一貫的作風 像昨天他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也是說你注意你的措辭 包括了 前天他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注意你的措辭 然後另外有人影射他的關係 什麼時候 他也馬上就提告了 一路以來他就是這種作風 是 所以我說這個 我們早上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特別的小心我們的措辭 包含剛剛其實主持人 有在提到這個超買的事件 我覺得這不只是事關到形象 我們政府部門的一個形象問題 該負責的我想 你應該要講清楚說明白 而不是永遠躲在 就是吳先生的後面 因為你拿一個小裸裸出來 當擋箭牌 你對社會大眾你在高雄所建立的形象 是不是就毀於戲了 所以你確定說他會記仇龍 你說的 要小心使用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現在 當然總統府他們在公布的 這個清單當中 也看到了說 國安局買了多少 世衛市買了多少 然後多少人買等等 都有這個列舉出來 結果我們就發現說 這裡面其實會有一點問題 因為你國安局 大家看國安局訂購人數25個人 世衛市訂購人數是52個人 加起來是多少 77個人 所以國安局加世衛市 一共是77個人涉案 可是站在他們的這個 總人數裡面的話 大概是佔了差不多6分之1 因為是400多人 是差不多佔6分之1 所以這樣的問題來了 因為他們都涉及違法 都是什麼 都是要可能要被撤換 這個國安團隊難道要大換血嗎 現在只看到你公布了這個 第二大戶 可是第一大戶在哪裡 最大戶買的 到現在還不知道 沒名沒姓的 這個裡面真的是大有問題 所以也難怪 越是沒有講清楚 越是會被點名 今天看到有平面媒體 點名了誰呢 點名到了兩個少將 說是內部人士有透露 最高階涉案人員 是永和警衛市的少將 但永和警衛市少將 不過才兩個人嗎 是 現在是林國欽被寄過 但是林國欽 大家查出來說 林國欽是不吸菸的 有沒有可能幫人家買 都不知道 但是另外一個 大家會覺得好像更相關一點 因為陳怡夫他是外衛市的 他是有吸菸的 少將這兩個的話 會不會就是陳怡夫 但是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做出一個懲處 我們想請問有這個 剛才也提到 其實國安局加示威 是有77個人涉案 當然昨天總統發言人也在講 他認為國安局的權責 他會試情況 會不會做一些調整 你要這一下子 這些77個人 原本保護在總統周邊的人 全部換掉的話 然後再換新的人進來 會不會有銜接上的問題 會不會有國安上的漏洞 我覺得這幾個人 不會是所有案子裡面 最應該要被懲罰的人 我講真的 剛剛大家其實呼之欲出的答案就是 這些人有抽這麼多菸嗎 哪一個人有辦法抽掉 100多條菸 那有可能什麼 送禮制用兩箱一樣 對一定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菸買回來的目的是什麼 我拜託這個罷 大家再看一次 這次整理出來的數字不就這樣 昨天黃崇燕講的 79人8074條對不對 另外有8個人是有綽號的 1262條對不對 還有幾個人一起買了450條 加起來大概9000多條 你有沒有發現80741262 沒有個整數 不會有整數的 如果大家是零零閃閃的買 你看這兩個數字沒有整數的 可是你看 世衛是買4999條 或者是之前曾經傳出的 9200條 9800條 那是整數的 我的意思是什麼人 今天你買兩 黃崇燕大哥買5 我買7 我買3 加起來說我們剛剛好 會到一個整數的 不會的 人不會這麼有默契的 通常就是 像我們也有跟 也有跟人家買酒的習慣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他專門在做娛樂事業 他大概一年進9 大概進15000箱 他買比較便宜 所以有時候我們一些好朋友 會跟他一起買 譬如說我買12箱 另外一個買15箱 他每年大概統計一下說 我們今天總共有 大家兄弟們要買174箱 譬如說買212箱 有一年出現500箱 大家在群組裡面都歡呼 兄弟們好有默契 怎麼5箱加6箱加3箱 會到剛好500箱 會不會這種東西 不會 後來那個買主告訴我 不是 那個是因為 本來你們買314箱 有一個老闆說 幫我湊500 因為我要半尾牙 所以他會湊500 這一次也就是說 你沒辦法到期 總共是109條 所以也就是說 這些人加起來9000多條 有些人譬如說總共 本來歷年不都3267條 2600多條 不是本來都這種數字嗎 一定有某一群人說 幫我倒1萬調整 是嗎 是誰 這個人誰 本來每年不都數字 華航公布的都是3000多 2000多 4000多 大概就這個範圍 沒有出現到很多很多的 那是誰告訴吳宗憲說 幫我倒1萬條 一定有這個人在 才會有湊到剛好 4999條這種數字 否則人不會這麼有默契 100多個人這麼有默契 那怎麼真的是天下的巧合 機率幾萬分之一 這個大戶是誰 這些大戶 有人一口氣買6000多條 倒1萬條 這些世衛 才大家去分 我分100多 我分500多 湊成1萬條 後面這個大的到底是誰 那個才是重要的 也就是說 這整個世衛是我懷疑 70幾個人 或是20幾個人 30幾個人 我不知道多少人買 這些人受到某一個大戶的指示 幫我吃200條 幫我吃100多條 人頭就是了 這些全部都 如果整個世衛是人為人頭 蔡英文會安全嗎 整個被收買 被這個大戶收買了 她可以控制這些 所有的世衛 可不可怕 這可不可怕 蔡英文的安危可怕 我沒有要妳換 我是擔心妳蔡英文的安危 趕快換掉 而且把這個大戶抓出來 誰要倒1萬條 這個人是誰 他的目的要幹嘛 是要去給好朋友 還是拿去獲利 或拿是什麼 他有辦法把這個實驗案 整個辦出來 這70幾個人 應該要的動作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被收買了 所以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也許真正的大咖 他其實都是透過人頭在買 換句話說 他也就不會出現在這個名單 這個名單其實就可以趕快公布 因為大咖也不會因此曝光 是這樣嗎 好 來 所以大家就只好猜謎 反正現在都是個公布記者會名單 也沒有不清不楚的 偏偏平面媒體要點名 藍尾也點名 剛才有提到平面媒體 就點名點到了 現在說有內部人士說 最高階涉案人員其實是少將 是永和警衛是少將 這樣的話一看兩個 就很簡單很好猜了 不是林國欽 可能就是陳義夫 是不是這樣呢 然後還要去從他們 有沒有吸煙來去推敲 到底是誰啊 再來 藍尾今天也有開記者會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然後就點名了說 不僅是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該負責還有他 劉志斌 劉志斌難道不用下台嗎 他是誰 原來他是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的 第一任世衛長 而且在任內兩度隨行 總統出訪 專機團購私菸一共2584條 那再來 所以過去有私菸的是 劉志斌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負責呢 世衛長張姐已經下台 那你第一任的世衛長 也幹了同樣的事情 在你任內發生的 完全沒有懲處 沒有負責 是啊 偏偏他還能夠升官 他都高升到上將了 現任的副參謀總長兼執行官 劉志斌 所以好了 一一被點名 可是現在你們如果 再隨便的點名 再隨便的指控的話 那要小心 可能要挨告了 因為看到陳菊花媽 不就是在上個禮拜 因為有一個19歲的男大生 影射說一張合照裡面 在花媽後面的那個 是吳宗憲 是陳菊人馬嗎 反正就把他弄錯了 但是才兩天 馬上這個學生就被約談 把他都嚇壞了 趕緊道歉 但是就要做對照 動作真的很快 只要一對我有什麼 任何不利的話 我馬上要採取法律行動 還有誰 還有林佳龍 林佳龍交通部長 他因為被前外交官借文吉 質疑說林佳龍派次長王國才 去進駐華航的話 是不是要湮滅證據 是不是要去切割 結果林佳龍馬上也就要提告了 包括其實黃崇燕 總統府的發言人黃崇燕 他也針對曾明宗立委 他去質疑總統府 是不是也有問題 結果他一樣也說要告 要採取法律行動 所以洪威 所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就是希望大家趕緊封口嗎 沒有錯 現在這一次的CN案裡面 到現在為止 我們剛剛都說疑點重重 而且大家都懷疑 現在整個的司法 真的是爭辦無上限嗎 你想想看 大家在一片的懷疑聲中 而且希望案情更能夠明確 能夠水落石出 但在過程裡面 已經有很多人都已經出手 他們用什麼方式出手 就是用提告的方式 你看這個陳菊 他位居高位 作為總統府的秘書長 在這整個的司驗案 這樣的沸沸揚揚 他可以隱身長達8天 出來的時候 講話講得很漂亮 說我是個不會回避責任的人 但是人家告訴 問他說你要負什麼責任 他就隱而不談了 就快閃了 請問一下 陳菊在這裡面 要不要負督導不周的責任 要不要負行政的責任 可是陳菊完全不談 反而去告 告得非常兇 這個陳菊去告這個南大森 主要是在網路上 有一個當年陳菊在講 有關煙水 他說八成都應該由中央負責 那個時候他後面 佔了一個人 他確實長得很像吳中憲 所以在PTT上面 就開始流傳說 這個陳菊是不是之前 就認識這個吳中憲 沒有錯 這個PTT的發文 確實是搞錯了 但是問題是陳菊立刻就提告 而且我們刑事局動作好快 好快 你會發現兩天 兩天就移送 然後就找到這個南大森 我覺得現在 我們現在好多的案子 都讓老百姓 人民感到好害怕 這個是南大森在PTT 前陣子大家不是 也在傳一個 就是蔡英文到海地 是不是有提供40億的 這邊有個70歲的老婦人 70歲老婦人 他這是人家轉給他 他再轉給別人 也是一樣 被移送法辦 你看看我們現在 台灣到底到了 什麼樣一個程度 就是你現在在LINE上面 在PTT上面 你如果任何的轉傳 對不起 可能警察就找上你 這些政治人物 就直接提告你 但是我不要請問就是 現在陳菊提告這個南大森 短短兩天 就被移送法辦 大家記不記得 在前一陣子 才真正落網的 就是陳菊 當年在高雄市的愛將趙家寶 他當時是什麼 他是因為貪污案定驗 判刑定驗之後 在外面逍遙法外長達5年 還可以剖臉書 還可以打卡 可以肖像到這種地步 而且他在高雄到處趴趴趴 還可以跟一些民進黨的 一些人士來吃海鮮 喝酒 化家場 最後大家覺得是忍無可忍 你身為陳菊的愛將 就可以這樣逍遙法外嗎 是在今年 他才最後的被通緝盜案 所以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如果得罪陳菊兩天 好兩天就把你盜案 就要罰辦你 然後你是陳菊的愛將 你可以即便是貪污定驗 在5年逍遙海外都可以 所以今天我們在講 這整個案子 到底能不能水落石出 還是我們會一直在保護 所謂的幕後的常境人 而每一次案子不但是有斷點 而當案子只要慢慢接近 這些key man 這些重要人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他們就用提告的方式 那所有的人你不能再追查 你不要再來質疑 你不要再來影射 你不要再來碰到我 包含林佳龍 你不覺得也非常奇怪嗎 建文集在臉書上 他質疑說今天 你派一個王國財進到華航 你到底是要蒐證呢 還是湮滅證據呢 林佳龍就提告 我請問一下 林佳龍到底告什麼 你到底要告什麼 王國財是交通部的政次 王國財是誰的人 也是花媽的人 他是花媽的人 我們就在講說 今天整個這個案子 花媽他到底要負什麼樣的責任 他絕對不要告訴我 他什麼責任都沒有 否則請問一下 你在做總統府的秘書長 是在睡覺嗎 對不對 包含黃崇業說也要提告 就是說曾明中 說這個林國欽 就剛剛講那個少將 是T妹 是主要 重要的人物 那麼說這個林國欽 也是跟花媽非常親近 就黃崇業說 這個陳菊根本不認識他 開玩笑了 你今天作為總統府秘書長 連你的這個司衛長是誰 你通通都不認識 你沒有責任嗎 你沒有施責嗎 今天去質疑你有什麼問題嗎 千萬不要再以提告 試圖去移轉焦點 好 修行偉親網告 待會回來